香港的基建和物足物的發展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但大部份公眾對建築物中的原材料 特別是一些石材料的認識比較少 所以我們今次的展覽 我希望向公眾推介香港石礦業發展的歷程 和將來的發展 希望能夠令公眾對於本地的石礦業的認識 更多意見 很希望透過今次的展覽 今晚向市民介紹我們部門和土木工程拓展處 在很多不同的規劃和工程研究方面的合作 就著石礦場方面 當石礦場停止採礦之後的用途 和土木工程拓展處進行研究 剛才的石礦場已經停止採礦 我們在2011年開始已經進行規劃工程研究 去到2014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一個計劃出來 這個計劃以房屋為主 也有很多其他配套物的設施 今天來說這個計劃已經開始做地圖的平整工程 而在這個發展裡面 所有的基礎設施的設計和建設 我們都加入了智能環保和供據抗議能力的元素 在裡面我們也有不同的設施 商業的設施 優勢用力的設施 政府的設施 其中我們有一個區域性的公園 一個石礦公園 大概有17公里那麼多 也都希望這個石礦公園 也都會為公寨來的市民 供到一個好的好處 現在我們香港的石料 大部分都是由內地輸入 為什麼我們還要在香港設立一些本地的石礦場 我們可能經常都聽到一個名詞 叫石油儲備 在我們這個個案來講 就叫做石料儲備 我們希望利用這個儲備 就可以克服到 如果內地的石料 它有什麼阻礙來到的時候 我們可以維持本地的工程的進度 本地的石礦場 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在南地 會是去到4至5年之後 2022到2023的彩石都會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都跟區學處 開始做可行性研究 和選子的研究 希望可以在南地移成之前 我們有一個新的本地的石礦場 進去食施場 字幕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